全网最清晰、最直接、最明了、最可实现的美国护士移民之路 请大家听好 第一步,您得在中国获得大专本科的护理学历 并且获得中国的护士执照 同时非常非常强烈建议你去大医院的ICU 儿童ICU、精神科、麻醉科等等这些又强度大、压力大 学习的内容更多的这些岗位去积累你非常非常重要的经验 这个对于你后面的护士移民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您有了一到两年的工作经验 再加上你可以开始考国际护士执照ISPN 你可以透过CGFNS.org去申请考试 原来是要去香港考 现在在国内的大陆广州就可以考试 这个护士执照呢 国际护士执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同样的内容 如果你在美国考有效期只有两年 但是你在中国考是终身有效 终身有效 所以这个内容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也为考美国纽约护士执照做好准备 第三步就是考美国纽约护士执照 同样的透过CGFNS来申请 然后你可以在广州 刚刚我讲错了 ISPN应该是在上海可以考 现在美国纽约护士执照原来是要去香港 现在只要去广州就可以考试 就可以考试 那么这是第三步很重要的 完成了这三步之后呢 第四步你需要考英语 原来的英语考试非常难 托福26分口语 雅思考语7分 对很多在中国的朋友们来说 这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恭喜大家的是 但是现在呢 有另外的其他的这个英语成绩是可以认可的 比如说PTE 这个英语成绩呢 只要55分 美门科只要求最低50分 对于我们的这个外国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口子 就是比较容易达到 因为他的PTE的55分相当于雅思的5.5分 所以可想而知呢 是可以实现的这条路 那你拿到了这个PTE总分55 全科美门科都在50分以上之后 恭喜你 你可以到达第5步 申请这个Visa Screen和这个Certificate 都在CGFMS里面申请 那么你这些条件都有了 就可以去申请 那这些干什么用呢 首先是Certificate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用来转职照用的 你考取 如果你考取了纽约州 你需要去别的州 你就需要转移执照 每个州需要转移执照 如果你有CP这个项目 那么你转移执照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如果你拿到了Visa Screen 这个同样的要求 跟CP是同样的要求 同样一些文档 你认真了你的中国的学历 中国的这个执照 中国的这个等等 你的英语成绩 你考试通过了 这个国际护士执照 美国纽约州的护士执照 你拿到这些 你就可以去去申请CGFMS的CP和Visa Screen CP是用转职照用的 而Visa Screen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给你到美国大使馆那边去申请工作签证的 是申请工作签证的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虽然人还 我可以去申请工作签证的 我可以去申请工作签证的